来谈生命政治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时候权力会变成说 就是有一个目标要去实践 然后有一套规范要去约束人的这种行为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会引发了人的某些耻辱的一些感觉 这个当然是不足的啦 这个就是说他必须要再做一些 什么观念的一些补充 那补充的角度很多 我们除了去谈说权力运作的复杂的面向之外 我们也可以转移到人的内在 去思考说刚刚以上所讲的那些 生命政治这种角度来谈尺度 它是不足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深化我们对于尺度的一些影响 或所谓的寻求一种 跟人的这种存在情境 比较有关的 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谈 尺度到底是什么 你就会看得到说 尺度它所涉及到的 也许不是那么单纯 说是因为被管理 然后呢全力介入之后的一种感受 还有更深刻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必须要进入到 我这边所提到的这种尺度的这种本体论 那这边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 就是有涉及到你个存在的一个情境 存在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的那种尺度感 如果是帮大家整理一下整个 可以从以下的这几个角度里面来堆叠出 这个都很基本堆叠出一些 跟尺度本体论有关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看法 这个也是一个整理的一个礼物 也许可以回到海德格那边去了 那海德格他一个哲学的 他那一辈子一辈子大概就是要讲的一个 Dasein 那个是德文 Dasein就是跟Here 也许可以跟There有关 然后那个Sein 用英文P是S-E-I-N Sein就是being存在的一个情境 所以他所谈的那个 有人中文翻得很好叫尺寨 海德格所讲的那种尺寨 其实大致上就是说 它是要跟某种开展的一个过程有关 它不是一个静态的 是跟某种的这种 disclosing process 跟某种不断不断结醒开展这样一个过程有关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就是说 在所谓的尺在开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个人怎么样去认识到 我们存在的这种本质 存在这种真相 如果用那种比较传统的 比较理性的思维 可能就是要保持距离 然后你要 也许是要站在一些超越的 形上学的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保持距离用理性的去 去思考 去思考你存在这种本质 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海德格所讲的 海德格所讲的那种 所谓的尺在的 阶险的那个过程 有时候就是说 你是要被带走的 他特别强调说 你要被 有点像是要被carried away 你要被带走 就是说你不能够 保持一种形上学的 超越的哲学的这种距离 你必须要深入到你的此时此刻的 那个情境当中 这个就是 这边的这个 throw on this 好像有点这种被丢弃到一个地方 被丢到一个地方 你失去的那种 所谓的主体的自主的距离的 那种状态的 情境当中 才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所谓的叫daha san 也就是说daha san 他基本上是必须要透过 被丢掉的 丢弃的 这样一种情境当中 去接线出来 那这个对哲学来讲的话 有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候会重新去调整 什么是主动 什么是被动 主动跟被动之间的一种 一种瞬息 可能就会被这样倒转过来 那这个跟耻辱有什么关系呢 大致上就是 海德克他讲了很多的 这种人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情感 也就是说 当你在非常靠近 你的真实的存在的情境的时候 你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就是所谓的 用英文讲 就是所谓的一种 fundamental effect 一种基本的一种情感 他讲了很多啦 包括说像焦虑 焦虑就是你很靠近一个 你很真实的一个面相 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忧虑 care 有可能是 然后海德克另外也讲了一个 就无聊 所以有时候无聊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可是就是怕你不够无聊 我怎么会讲说不够无聊呢 就是说你要真的很无聊 才能够表示你已经非常接近 你的真实的存在的这种情境 那海德克有一天就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了一个已经 好像有点半荒废的一个车站里面要去等车 的那个情境 大家想一想说 我们如果在那个情境里面 我们第一件事情已经是说车子还没有来 开始找事情做吧 想要kill time 然后呢 东摸西摸的 然后开始发现到说 当你开始东摸西摸的 你会觉得说时间好像比你还多 时间永远都比你多 你永远都杀不死那个时间 他这个就跟你讲说 这个还不够根本 要在根本一点的做无聊 就是说你已经整个就完完全全 忘记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事情 非常投入到一个情境当中 所以这个情境其实跟动物有点像 有时候就是动物就是说 一只蜥蜴躺在那个石头上 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或是一只乌龟 好像整个已经完全融入到 那个生命的这个情境里面的种状态 海德格就跟我们讲说 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无聊 一种fundamental burden 那这边 当然海德格没有花太多时间去 特别去讲所谓的尺路吧 不过我们可以从当中去推演一下 就有点类似像刚刚所讲的 那种根本的这种无聊一样 尺路是什么 就是说当你的一个意识 你意识到说 你的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情境 护露出来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这个当然可能就是有很多种可能 包括说你最重要的一个念头 被知道了 或者说你的幻想的内容 你在想什么 在幻想什么 突然被知道了 或者说你在享受 什么一个很私密的 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突然旁边有人 他等你 像 你怎么在这边做什么 有这种状态 耻辱感 可以从海德格这种角度里面来谈 那这个其实跟沙特讲的 他在存在于虚无里面 讲的某一种情境 也会有点像 他那一章的话是在讲 那个凝视 那那个凝视的话 就是说 他好像举了个例子 说我们都会去做那个批评 不是我们 可能有些人 他会去偷窥 他会在那个 沙特讲 他会在那个钥匙 钥匙洞里面 在看里面 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就觉得说 好像听到走到 那个脚步声 来的时候的那种 心理的这种状态 沙特就是会讲说 那个心理的状态 就好像是一种耻辱一样 因为你这个时候 觉得好像是你 最内在的某个部分 好像被知道了 被看到 即便没有人 你只要听到声音 他在讲的这种凝视 常常都是这样子 包括说像 走过一个街道 然后那个街道布 那个沙沙的树叶声 那你走在沙沙树叶的 那个街道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像旁边有谁 躲在旁边在看你的那种状态 所以他在讲的那种 耻辱感 常常都是跟某一种 这种凝视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再进一步 把它带到精神分析的 那个领域 不过今天 这不是我要讲的 这个重点 也都跟你的这种 某个很深刻的一种 体认 你的某很真实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情境 是有关的 包括说像创伤啊 包括说像 Custiva在讲这种 见识 就是说你心里面 有一种矛盾 然后呢 没有办法处理 就把它投射到 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去 那个东西会变成是你一个 让你觉得恨得牙痒痒的 然后呢 查不思犯不想的 然后既恋 又惧的 非常fascinated 但是又非常恐惧的一个对象 这种东西 然后经常都是跟尺度 是纠葛在一起 底下这一张的话 应该是今天 如果要挑一个最重要的一张 应该就是这一张 这是跟我最近在读的一些东西 会比较有关的 那其实如果大家要看那个 现在国内也蛮多人在讨论这个 港本的话 要看它谈尺路的话 就是要到这一本书 就是 Remnants of Auschwitz 澳心为之的性存症 那这本书